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次深呼吸 吐 第一个名词 重担 重担 第二个名词 庆祝 庆祝 第三个名词 游戏的心情 游戏的心情 选到第一个名词 重担的朋友 生命经常地在苏醒 他每一个片刻都在死 他也在每一个片刻诞生新的 但若是我们继续带着旧有的头脑 我们的心声在哪里都不适合 第一张牌卡 牌卡的画面当中 有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疲累的人 他的肩上背着一个穿着华丽的男子 这位男子手持的权杖 头顶上还顶着一只公鸡 这个人精神奕奕地指着前方 但是底下背着他的人 看起来已经疲惫不堪 但依然望着他所指的方向 在他们的前方 看起来像是一座陡峭的高山 亲爱的 生命不停地移向未来 但头脑却一直要你服从过去的经验 请你想象刚刚形容的这张牌卡 下面的那个人已经疲累不堪 但他想要继续撑着 完成肩膀上国王的命令 即使他已经走不动了 他还是想要完成 他还是想要让他的国王满足 但你回想看看 他肩膀上的国王 丝毫没有看见他的疲累 一直一致气势地发出指令 更糟糕的是 国王头上是一只骄傲的公鸡 意思是 很可能这个人拼命想要完成国王的命令 而他的国王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的时间 是时候彻底缓下来了 去解开你要求自己必须完成的指令 趁着新年度地展开 重新清理并且从今以后 只完成你需要完成的事 没有任何人 任何期待 能够以爱之名 对你提出号令 没有任何一个爱 或以剥夺的形式向你挑战 没有什么是你不可辜负 没有什么是你必须如此 除非这背后有相当大的意义和清楚的意识 没有什么能够使你如此疲累 这结合了放下的议题 对应新的年度的开始 不妨花一点时间写下那些在2023 你感觉到无以为继的种种人事物 以上一项地重新整理 停下脚步重新看待他们 每一场泪都有它的意义 若你发现 你努力想完成想成全的事情 非但未能替你带来喜悦和力量 甚至导致你一次次过度的耗损 也许是时候重新取得平衡了 每一件你想做的事情 完全没有问题 是最适当存在的模式 祝福你的新启动 祝福你的每一天 选到第二个名词 庆祝的朋友 庆祝是一种感情 它出自我们对于感激的祈祷 它带着我们表扬 我们所接受到的礼物 第二张牌卡 牌卡的画面当中有三位女性 分别穿着紫色 红色跟粉色的洋装 它们在一片凝硬的草地上面 手舞足道 但是天气看起来一点都不好 光风下雨 就连它们身旁的树木的树枝 都受到风雨的影响 但是它们三位 一点都不受影响 继续手舞足道 亲爱的 能够活着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礼物 但我们越来越忘记感激这份礼物 我们慢慢变成石头 慢慢没有感觉 慢慢视若无睹 我们很可能真的遗忘了 生命最纯粹的喜悦和庆祝 英国哲学家罗素 曾经写道 当他第一次造访一个深山的原住民部落时 他感到很嫉妒 非常非常的嫉妒 在那里没有任何珠宝饰品 他们只是用树叶和花朵做成皇冠 每一个人都像是国王 每一个人都像是皇后 他们整个晚上都在跳舞 跳累了就地而眠 到了早上便各自回味工作 一到夜末降临 他们便继续庆祝和跳舞 罗素说 那一天我真的觉得很嫉妒 我做不到那样 请你想象刚刚形容的排卡当中的三位女性 他们很开心地在跳舞 刮风了 下雨了 积水了 下冰雹了 外在条件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但是他们没有停止 他们没有停止任何一点的快乐 他们的选择是让那个喜悦 和对喜悦的感激持续下去 而他们做到了 他们是如此的美丽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请你尝试 请你对你的生命产生无条件的感激 对你每一口呼吸和健全感觉到感激 并且沉浸在这个感激里面 生出无条件的喜悦 你应该是开心 你应该是充满欢喜的 看看你身边所拥有的 你喝的水 你吃的食物 不让你受寒的衣物 你的床 你的种种 你是如此的丰盛 没错 你是如此的丰盛 你应该比现在快乐得多 让快乐保持住吧 相信你很快就能够看见 不同有趣的时尚和自己 祝福你的新启动 祝福你的每一天 选到第三个名词 游戏的心情的朋友 当你忘掉目标 当你没有要去到任何地方 当那个想要去到哪里的观念被抛开 那么在此时此地 那个游戏的心情就会开始在你的心里面成长 第三张牌卡 牌卡的中央是一位小丑 小丑他张开了双臂 迈开了大步 他仰着头 在他的双手上 有着非常光亮的 一点一点的光点 这位小丑看起来非常的轻松愉快 他就像是沉浸在他的表演当中 沉浸在 他是一位小丑当中 他的双脚是迈开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脚有没有稳稳的踩在地面上 但是他一点都不担心 他的神情就像是享受在这个当下 亲爱的 不可能有任何地图可以让你达到游戏的心情 所有的地图都引导你到严肃的状态 请你想象我刚刚形容的这张牌卡 当你专注地想象他 你很有可能会萌发轻松和愉快的感觉 在牌卡当中 他是一个真正的小丑 真正有小丑精神的那种小丑 我们看过很多小丑 我们也可能每天都在扮演小丑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小丑精神 我们可能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不是达到快乐 你看他 我们都好喜欢他 他有一只脚不在构图内 他不知道他的下一步会在哪里 甚至以他的身体姿态来说 我们根本不确定他下一秒会不会栓脚跌倒 但是他不担心 他似乎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无论他下一秒会不会失体或者受伤 他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对他来说 重要的只有当下 请你仔细想象我刚刚形容的他的神情 他是多么享受在当下的感觉 他在这个当下有多么的快乐 这就是真正的小丑精神 只有当我们专注地享受那个当下 不为这个当下预测 或者规划其他的可能性 快乐就会向你涌上来 并且夹带着勇气 和无所畏惧 亲爱的 在这个礼拜 你可以尝试看看 在看书的时候 享受在看书里面 吃饭的时候 享受在咀嚼美味里面 骑车的时候 享受在自由破风里面 洗澡的时候 享受在水很洗净的里面 享受在你所做的事情 享受在每一个当下 相信你会感觉到许多美好的苏醒 祝福你的心启动 祝福你的每一天